乌女士说 2021年 她父亲在绍兴红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当保安 上班时不小心摔伤了 就医后诊断为脾破裂 左手骨折 劳动能力鉴定为七级伤残 事故伤害属于工商认定范围 后来双方经过劳动仲裁 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但现在公司的说法变了 说好了的在法官那边 单位赔付我们五万块钱额外的 然后协助我们去工商社保基金 去那边去赔付 需要单位盖个章 然后单位到时间点了 也不愿意盖章 也不愿意赔付我们 上面的领导说 交给下面的人做了 下面的人说 我要问一下上面的领导 乌女士出示了一份绍兴师粤城区 劳动人士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调解书 协议上写着 绍兴市红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在2023年4月15号前 一次性支付给乌师傅5万元 公司在调解书签署之日起7天内 配合乌师傅办理保险理赔手续 落款时间是2023年3月28号 更让乌女士一家苦恼的是 由于单位不配合 父亲的工商保险理赔 无法正常办理 我爸爸出了这个事情 其实是可以去社保基金报销 商产补助金跟医疗补助金的 但是这张表格是需要单位来盖章的 没有单位盖章 走不了这个流程 我也报不了这笔费用 记着陪同乌女士前往 绍兴红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刚进门公司领导办公室的门就锁了 乌师傅说 说话的这位是叶总的秘书小谢 不过小谢表示 不清楚叶总去哪了 听到同一层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有声音 乌师傅和记者去敲了敲门 叶总在吗 叶总您在是吧 那乌先生这个事 我们是跟谁就是合适情况的 秘书不知道公司领导在哪儿 公司领导又让找秘书 记着看到劳动仲裁书上有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电话 我们作为代理人 那我们这个方案 我们表现已经认可了 但是他们领导公司领导那边 他们不认可 公司这边他们不同意 那就是你们只能申请强制执行 反正法律程序可以保障的呀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